欢迎回来 中国对台湾军事上的文攻武吓 近期是不断的加强力度 中共的军机绕行台湾越来越频繁 就这么一连两天 中共派出了包括了运八 轰六图154等等战机 穿越了台湾北方的宫谷海域 绕行台湾之后 再从台湾南方的巴士海峡 飞回中国大陆去 这是他们所谓的远航训练 而不止如此呢 那么这个绕行台湾之际 共军还精心制作了一支宣传影片 特别用台语发音 说是要让台独分子 看到共军的军威之后 心生畏惧 来我议论最关注中国什么战机 最拜电视社会 竟顺东海 竟顺南海 战行 这就是比轻微渐行的 轰六K 轰车机 台语发音 肯强有力 这可是中国空军 最新发布的宣传片 除了闽南语版的双声道 另外还有英文版 挑衅强调 以轰六K战机为首的备战能力 将近四分钟的影片中 中国空军不断自夸 近日出动多架轰炸机 与侦察机绕岛巡航 是为了捍卫领土完整 以后我们还要长去多去 长飞多飞 飞出我们的斜血胆气 飞出我们的打仗奋力 公六K飞行员群体 传承红色基金 担当强军重任 正在向着全将域到达 大袖战机英姿更高调很呛 未来还要长飞多飞 暗示接下来台海情势警风 将成为常态 9点19号中午 中共军机闯入我方的防空识别区 尽管我方空军战馆 连续透过无线电广播 要求掉头离开 也完全没放在眼里 从实弹军演到狂袖军机 斩备肌肉 选在总统蔡英文出访期间 中国空军文攻武嚇不断加码 刺激两岸对质升温 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散灵新闻金属会报道 好 这个中共解放军 透过发布了这样的宣传影片 要用他们的军威震贺台湾 选用台语发音是为什么呢 军事专家说 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印象当中 台独分子大多都操台语 所以他们才有这样非常贴心的安排 只不过呢 这支影片一来台语发音 让台湾人听了是忍峻不住想要笑 再来就是中国最想让他看到的观众 也就是蔡英文总统 现在根本出访在外 人不在台湾 接下来我们就要带您完整来看一看 这支共军要吓倒台湾民众的宣传大片 大国行政数标明 共军是中国的标普 一个共大国家 必定有一支可以为何国家主管 安全发展利益的共大军队 共军行军这几年 要来外议论最关注中国什么建议 最后的电视生态 竟顺东海 竟顺南海 建议 这就是比清卫建训的风6K风扎机 这几年 这个国之重器 新用量减空天 包赏大国机位 外中建训风6K 欧白部队建立比证 对未来风扎机展望来看 我们搞风扎机的意志没有停歇 我也相信未来的风扎机的作战使用模式的设计和技术标准的设计 应该掌握在我们手里 我们应该是一能够 在新西台联兵比剑事件当中 空军新围大队 建出德连 建训南海 二减各丸 在联兵比剑当中不断背出新航战 神门大队自去年以来有多架战神飞机 前出第一岛链 参加远洋事变 参加南海战士 面对外国军机干掉 海星团地面威慑 正较出的勇敢向前 我们开展远海远洋训练 和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不管飞来干扰 我们还要一步进化 以后我们还要 长去多去 长飞多飞 飞出我们的斜血胆气 飞出我们的打仗奋力 中国空空不断背出新航战 专民推行新西台帕牙领略 空军空6K飞行员群体 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 正在向着全疆域到达 全时空突击 全方位打击目标 奋飞前行 好我们看到了 刚刚这支文宣的影片 真的是标标准准的 很像就是解放军的一个 太这个他们的style了 那么共军越来越嚣张 共机绕台就像走自家后院 来来去去的 当国军是空气 甚至还拍了宣传片 大秀他们军机阵容 而我国的国防部 今天也不甘示弱 同样也发布了一支 宣传影片 主题叫做 捍卫领空 舍我其谁 那么我国的空军飞行员 也在影片当中说 我们一定要捍卫 我们国家的领空 绝对不让别人 在我国的领空上 耀武扬威 随时随意 都在备战 明日新奇的训练 不费就是要捍卫这个国家 只要战机行员 就一定有风险 但我们是军人 我义无反骨 因为这就是我存在的价值 只要需要我回归 遗兰 绝兰就上北京 我要保卫自己的领空 不让别人在上面 耀武扬威 这就是我身为空军的任务 也是空军的事 好 这是两岸各自 用文宣影片隔空较劲 但是双方的战机 太常在空中相遇 难免会担心擦枪走火 对于我方的抗议 中国方面说 他们常飞多飞久了 我们就会习惯 但是未免太频繁 所以美国国务院 已经出面说重话了 强调美方的立场 是反对台海任何一方 用任何方式改变台海现状 空中传出吵杂的 无线电警告声 这是台湾空军战馆 警告共军轰右K军机在内 四架战机 要他们不要闯入我国 防空识别区 不管怎么喊就是没人搭理 更夸张的是 这批战机编队 包含两架苏凯35 穿越宫谷水域后 苏凯战机折返 另外两架轰6K挂实弹 陪同运发电战机 以及图154高空电战侦察机 直接转向秦门踏户 穿越我国南部ADI 防空识别区 唯一的是共军只顾着飞行 面对空军高达50次警告 却完全没回话 警告声越来越急促 我方F-16IDF升空半飞警戒 根据军方内部透露不寻常讯息 共军如此反应 让他们嗅到敌军侵略迹象 蔡总统出访越洋喊话 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 强调反对任何一方 以任何方式片面改变现状 中共一再踩红线 试图破坏区域和平 恐将引起台湾甚至国际社会不满 三地新闻江一红 陈严豪 陈佳文 台北众活道 好 无论如何 现在共军态度很清楚了 未来我们可能持续 经常会看到共机要这样子 耀武扬威绕行台湾 从中共的十九大之后 这是他们所谓 对台湾的常态性的威慑 会不断不断上演 那么他们派来绕行台湾的主力飞机 我们来看到包括像轰六系列 轰六系列包括像战斗机 还有最新款的轰六K 另外有运八的运输机 另外还有图一五四的电子侦察机等等 那么中共的战机就这么频频的挑衅 绕行台湾 那么继续我们带您看到 这回连两天都到了台海领域来的是轰六K战机 轰六K战机是轰六系列最新一款的战机 那么但是轰六系列其实应该是非常有历史的一款战机 因为早在这个是俄罗斯还叫苏联的那个年代 那么它就已经跟这个把技术移转给中国 然后生产了这样的一个战机 但是呢轰六系列的战机 人家俄罗斯早在四十年前早就已经除役了 中国把这个系列留下来 然后不断的改装它 一直沿用至今 现在它的武器可以配备六枚的巡航导弹 它的任务呢包括了轰炸还有侦察反舰跟巡逻监视等等 特别他们说轰六K战机专门是为了要轰炸台湾东部山区 而特别研发的 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战机 带您快来看 空中飞行轰炸目标 中共空军轰六K轰炸机最近多次初选远洋 替中共宣示主权被封为中国战神 轰六K的成功研制体现了我国航空技术的最新成果 在目前中国空军力量中 轰六K是最具有威慑力的 说的信息十足 从数据来看 轰六K的航程距离最远可以达到九千公里左右 作战半径超过三千五百公里 最快时速可以达到一千公里上下 后六K这几年还搭载射程 一千五百公里以上的常见巡弋飞弹 主要任务除了进行轰炸 还能侦察反舰跟巡逻监控 在空中确实能发挥不小振折作用 从去年中共十九大以来 就已经参与绕台多达十一次 差点与我军擦枪走火 我是中国同学 自在侦察每天 因为我保持爱的原因 自从去年以来 多架轰六K不时冲出第一岛链 但即使想要展现威风 轰六系列毕竟是依照苏联五零年代的 图十六轰炸机进行研制 模板相当的复古 有军事民就笑称 苏联图十六早就已经熟一快三十年 一九六四年就首飞的轰六系列 现在也已经过了半百 放在博物馆展示还差不多 还要出来绕着台湾飞 也是辛苦了它老人家 不过轰六K出任务 身边总是会带着其他互卫战机 苏凯三十是一架双座多用途战机 大多是被用来掩护轰炸机 它的最远航程大约是三千公里左右 最高时速可以飙到两千一百公里上下 能在各种天气或者干扰 比较严重的环境下 不分昼夜进行作战 不过除了苏凯三十 轰六K身旁 通常还有运霸运速机 同时扮演预警机的角色 另外还有图154电子侦察机 以及一流升78空中加油机 五种军机经常在西太平洋的 各种任务训练中一起现身 除了向台湾展示军威 也让邻近各国 见识一下解放军的空中军事力量 森林新闻 陈台报道 嗯491